一到过节,就成为娱乐圈的明星情侣们秀恩爱虐单身汪的时机了 批阅了一下娱乐圈明星平安夜的状态 大概分为三大类 秀恩爱,晒娃,晒美照 秀恩爱代表的有,周杰伦昆琳夫妇 今天,周杰伦晒初和昆琳合影 结婚周年快乐,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随后大嫂昆琳发文,霍霍圣诞快乐 今年我们去了圣诞老人的家但她不在 我猜她一定是忙着送礼物 希望大家圣诞节许的愿都能实现 原来是在平安夜领证结婚的 这把狗粮我鲜肝为尽 李晨范冰冰 刚刚,李晨在微博晒出与范冰冰的背影合照 并配文称 平安夜,愿能与家人团聚 与爱人相拥 愿美好的事情都能发生 照片中李晨与范冰冰正参加某电影首映礼 范冰冰头套在李晨的肩膀上 秒变小秒一人 画面超温馨有爱 不过,你们就不能照顾一下后面的人的感受吗 此外,还有金星夫妇 以及赵雅之夫妇 晒娃组代表友 李晓璐、叶一熙 秀身材美照组代表 杨幂、沈梦辰、王立坤、唐一新、沈月 以及其经纪人和老板 泽泽泽泽 清一色的美人 还有林允、马思纯等等 不过,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 几家欢喜几家愁 近日 权王周氏 您被曝视神经锻炼 视网膜曾脱落 目前住院治疗 病情复明 平安夜 染阴影发文称 只要平安 不要夜 不少网友一同送祝福 愿全王早日康复 感谢观看